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怎樣 我從小就愛當料杯啊 為什麼要料 為什麼 也是為了生存 為什麼 他說 你現在是怎樣 你自己不方用不合格 你為什麼要料我這樣 然後我就說 因為你也不合格 那你料我就料我盛 我在學校沒有得到好處 我是在當兵的時候 有得到好處 你當兵料沒啊 四包 四包 這個太適合了 太危險了 我就是風紀骨獎 我當然就是要當一個 最好的風紀骨獎 女帝骨耳 打到我就說 你就知道你天真有個性 你就不要再講話 好 大家好 妳少少我在泡泡泡等你哦 來 為什麼國安邦 為什麼國安邦 邵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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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比基尼拍照 爸爸有沒有怎麼樣 沒有耶 真的嗎 他覺得很漂亮 他也買很多本 那表情很棒 對 表情 每一張都很無奈 真的真的 這種表情是男人最愛的 無奈你知道嗎 那你就換比基尼嗎 不要了 不要了 開玩笑 好 今天要講怎樣 從小我就愛當廖伯仔 抓他 現場這四 五位 他好像耶 沒有 沒有 有嗎 真的 而且缺哥還看著我說 我們從哪兒看 哪兒就是廖伯仔臉 我很孤雲 我也很肯 很高一點 全賽軍是隱姓的 對 因為漂亮 對 大概一想不到他會廖伯仔 郭鑫就是娘炮啊 對 郭鑫不要 誰廖 真的 然後佩甄就是這種有沒有 從小就跟在那個老師旁邊 那種 哇賽 學生打小棒 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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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 髒死了 這個 好髒喔 為什麼我從小會這樣 還有胎記上面就是 廖伯仔 不是 我跟你講那是有動機的 這樣嗎 我問一下 從小是什麼樣的一個動機 什麼樣一個衝動 就要當廖伯仔 對 我剛剛講的就是要講這個 是 他說 就是 因為我外表的關係 廖伯仔的氣 不是 我外表的關係就是說 以前跟爸爸媽媽就是出去嘛 那個叔叔伯伯阿姨都說 哎呀你這個 廖伯仔兒子 不是不是 說 奇怪你怎麼長得跟爸爸不像 是像媽媽齁 就是從小就是 撿來了 對 那我心裡面就會有一個創傷就是說 奇怪為什麼出去大人都會這樣講 對啊 高智昂長得像你這樣還得了 對啊 就是好像說 他長得像電影明星 我長得像電視諧星 大概是這種意思你知道嗎 我自己就會覺得奇怪 壞家幕後 就會想說 是不是 做一點什麼 可以就是得到父母 多一點的關愛這樣子 那比如說以前小的時候 廖媽媽廖爸爸這樣 不是不是 也是從弟弟開始 唉唷 就是手足相殘 對啦 好帥喔 對不對 弟弟從小比你帥齁 對 弟弟對 還有另外一個是就是 比較上班族的那一個 比較正常 對 可是就是說怎麼在他們之間 凸顯我的好 就是說比如說我弟以前 喜歡玩瓦斯爐 就那時候瓦斯爐就是你 有火出來他會覺得很新鮮 可是你有時候 那個沒有火 我那個瓦斯一直 一直在露 外露那個 他就聞 然後就很嗨這樣 哥哥有點暈耶 對 不是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我就 示意說跟我老爸講說 老爸 弟弟弟又在開瓦斯爐了 那老爸就是 因為老爸從來不打人的 可是就遇到這種情況 因為太危險了 他會過去就是 扁 假裝弄兩下對不對 可是我想說這樣還不夠 因為才弄兩下而已 然後有一天就是 老爸在家裡打電話 因為以前沒有大哥 大家只能在家裡打電話 他在旁邊打電話 那我跟我弟就在旁邊玩得很High 我們玩什麼 我們就把積木堆成像山一樣 然後拿那個飛鏢 爸的那個飛鏢 然後就去射那個 堆起來那一座山 對… 就覺得很好玩 我們在那邊一直玩 那我爸已經在旁邊 噓…不要… 我再講一個重要的電話 噓…不要… 可是我們就不理 就不聽 然後後來呢 我老爸就是把電話 就說 你等我一下… 把電話放在旁邊 抓縫走過來 然後你知道他做什麼事嗎 他就把手放在地上 就說 很愛射是不是 你射啊 你射我的手啊 你射啊 好戲劇 好戲劇 然後頓死我 我跟我弟 我跟我弟都傻眼了 想說老爸怎麼會這樣 但是我還是示意我弟 還是射了 就是叫他射就對了 那我弟也不宜有 他就這樣 這樣射下去 那飛鏢就這樣 戳到這邊這樣 好 然後一戳下去的時候 我老爸傻眼 真的 你怎麼來真的 對 對… 然後從那一天以後 就是老爸就對弟弟的印象 就不是很好 好戲劇 好戲劇 你就殺成了 電閉你廖貝亞的基礎 是… OK 你會害人耶 那佩甄是怎麼樣 我從出生就開始廖護士 沒有啊 我是因為我的 我是牡羊座 我就是一個比較有正義感的人 所以… 我真的很有意思 這是一種藉口 對… 對… 但是我… 其實有一次是害我爸媽很慘的 因為其實我爸家 是那種疏傷門弟是 我們過年 就是都不賭博 不能賭博 不能打麻將 不能玩扑克牌 就是完全不能賭博的 然後就是全家人都只能看公共電視的那一種 是… 對… 所以我爸爸媽媽在台北都會打麻將 可是這件事情都不能講 那我也知道說這件事情不能講 要讓阿公阿嬤 就是保持一個對我爸媽的好印象 清新的感覺 對… 但是有一年就過年的時候 我跟我妹去買了非常多的 那個薏莓牛奶糖 然後因為倒出來很多 我就覺得 哇…好好玩喔 我就開始搓 搓一搓就開始疊 然後就跟我妹兩個 這樣 然後就一直在玩這個 然後阿公阿嬤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你們兩個小孩在拿牛奶糖 玩打麻將的遊戲 而且那時候乃哥的節目 還沒開始播嗎 沒理由 對… 然後阿公阿嬤就問說 你們在做什麼 然後我們又不敢講 我就說沒有 我們在玩遊戲 然後說這是什麼遊戲 就是爸爸媽媽 在家裡會玩的遊戲 玩喔 就害我爸爸媽媽 被罵得很慘 那你們很高興 我沒有很高興 我後來回家也被罵得很慘啊 清新 妳長這麼正 為什麼要擺到 因為我小時候無聊啊 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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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學校什麼 妳父親是什麼董事 還是什麼對不對 對… 那個是高中的時候才是 爺爺是董事 但我是很小的時候 就很喜歡當廖哥 奠定了廖妹仔 妳廖水啊 沒有 因為小時候 就喜歡跟表姐弟玩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 就是我很喜歡看表弟哭 因為他哭成… 妳還很可愛這樣 所以我因為大他滿多的 所以我就是看他 有一次在家裡撈金魚 小朋友不是對裡面會油的東西 就很好奇 他站在那邊就這樣撈嘛 撈那金魚起來 就蹦蹦蹦蹦跳 然後再把它丟進去 你知道嗎 我就立刻手刀跑到廚房說 媽咪… 那個… 他把那個金魚撈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說金魚都要死掉了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媽就會很生氣 又衝過來 他就把金魚丟進去 然後這樣 然後我媽就會罵我說 金魚又沒死又沒事 你不要在那邊吵我 我在煮飯怎麼樣 我就覺得失敗 然後我就很生氣 那因為弟弟又沒有哭 又沒被罵到 我就更氣 然後他就看他玩無敵鐵金剛 我就… 好壞喔 好狠喔 就把無敵鐵金剛的頭 怕把它斷 可是他不知道那是可以裝回去的 所以他就拿斷掉那個 無敵鐵金剛跟我媽抱怨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沒有…沒有斷… 我就趁他去講說 有把它弄回來這樣子 然後回來再在他面前 就兩個這樣… 把他斷就說 你再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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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是姐姐還是後母 對啊 可是我不是為了 就是真的要欺負他 我只是覺得這樣好好玩 就是我看他有時候哭 然後很難過這樣子 然後我再把他裝回去 他又好開心 我就覺得 這起承轉合還滿不錯的 其實對廖被他會上癮 對 真的 可是你… 你這樣老公慘了 沒有 現在對老公不會這樣 現在對老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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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這個我現在想到一件事 你是誰啊 那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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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最有名的叫朋友 你怎麼會這樣 只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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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利 你為什麼變成松永啊 你是松永男嘛 對 只看啦 而且他穿得跟那個萬的攝影師 一模一樣 怎麼會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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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樣耶 還有別的道具嗎 忘了跟大家介紹 我是修傑克曼 誰啊 看到的時候我弟弟是誰嗎 誰啊 在台灣的弟弟 修傑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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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可以…回去… 好…這樣我就… 好… 好在哪裡啊 OK… 沒有錯啦 修傑凱 好OK 對… 小時候當料本家是為了生存 為了爭寵 OK… 說得過去 進入學生時代 為什麼要料 為什麼 也是為了生存 你知道嗎 沒錯… 不然你看現在那種什麼霸凌啊 什麼那種事件那麼多 如果你不自保的話 人家就是要弄你 可是你這個… 這個是惡性循環啊 對啊 越料越扁啊 為什麼被弄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 那第三天不是念了三天喔 你也知道開學 第一天就開學典禮嘛 對不對 第二天發發課本 就叫你回去了嘛 第三天就正式上課嘛 正式上課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班就是高一嘛 那我們班有留級生 然後他就說 這樣子 你說滑崗一下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們這是… 滑崗一下還有人在留級嗎 有… 你們是一個校風非常嚴謹的人 對… 學校很難念喔 第三天就被記曉過 為什麼 沒有 因為那個留級的那個人就說 我跟你講 你們高一喔 我跟你講 要懂得敬好尊賢 我跟你講 有的碼頭該拜還是要拜 我跟你講 因為你們都不認識嘛 因為他留級生嘛 我跟你講 我就帶你們去樓上 跟學長認識一下 OK… 然後下一節課我們就不上了嘛 然後直接就說 帶到三樓很偏僻的角落一個廁所 然後你一進去就覺得 那廁所 你知道嗎 好像有在燒煙的那種感覺 拍戲 拍戲在燒煙的那種感覺 然後進去以後呢 就是在那個 上大號不是一個隔間一個隔間這樣 就是某一個隔間 就是一打開裡面 就是有學長在裡面抽煙 然後那個留級生馬上就覺得說 這個是我們高一的同學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梁赫群什麼的 學長好… 然後學長就拿煙給我們抽嘛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邊就是 好像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覺了 然後抽著抽著呢 然後我們就抽完了以後 當然很開心 就是要回去那個教室做了 就發現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不知道是教官巡堂 看到說最後面 我們長比較高坐最後面 看到最後面 什麼三個位置是空的 還是怎麼樣 就是教官在門口 然後我們就跑給他追 剛好我們學校下面剛好是一圈嘛 然後我們就跑 然後教官在後面追 那教官後來聰明了 他索性就算了 就說在教室門口等我們 想說你們趕不回來嘛 那沒辦法 追我們還是回去 回去以後呢 就直接就是被帶到訓導處嘛 然後呢 因為我爸在忙 然後就叫我媽來 然後直接寄小過 然後那天我媽就很氣 就在訓導處 因為開學等於開學第一天 剛開學嘛 開學第一天 第一次正式上課 正式上課這樣子 可是你為什麼那麼笨呢 你就說 教官我肚子痛 我剛剛去大便就好了 沒有 他抓了完一圈以後 抓到以後 他立刻說手拿來紋 他就直接紋手 你有錯嗎 就有味道 就是你抓了沒有 你進去裡面 就煙霧瀰漫 你狗屁啦 煙霧瀰漫手不會有味道 你在騙 你以為我沒被抓過 佩真當風紀六星不認 連老師也拿他沒轍 就是你抓了沒有 你進去裡面 就煙霧瀰漫 你狗屁啦 煙霧瀰漫手不會有味道 你在騙 你以為我沒被抓過 我剛剛有講我們也有抽 開學第一天就抽煙 賤貨 可是沒有 我們也是怪孩子 我們也是為了要融入這個環境 梁修生先生就為你這樣蒙修了 對 我們也是為了要融入這個校園 為了要生存 對 所以你這次是被人家撂了 對 被人家撂 後來我就覺得說 一定有問題 然後後來我就偷偷跟教官講說 教官其實如果你有時候巡堂的話 三樓邊間的廁所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才會見 之後我就發現說 奇怪有什麼學長沒有活動在校園裡面 當場變污點證人 對 然後後來我就跟那個教官 就保持一些良好的關係 是 對 就是有一種無間道的感覺 其實我 我之類的正義發聲 好來 當年那幾個被退學的學長 現在可以來找他了 也不是這樣 好 接下來也是以正義之名 你還好嗎 我跟妳講不出來 還好嗎 還好 還好 不是 因為他那個是為了要什麼 生存 可是沒有耶 那麼高一 其實廖北亞其實有時候是為了要 滿足個人的成就感 私欲 不是私欲 跟慾望沒有關係 就是 這是一個個人成就感的一個 你知道嗎 什麼樣成就感的 好 我今天是風紀股長 我是不是就要當好風紀股長 風紀股長 對不對 帝沒了 我就是風紀股長 我當然就是要當一個最好的風紀股長 女帝沒了 所以班上有人講話 我是不是一定要公司部分 我什麼字都要記 一定要記 所以最常被我記的都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他們都覺得他們跟我很好 他們講兩句 我不會 絕對不會被記 我不會記他 可是錯 我既然當一個好的風紀股長 我就是要公司分 不能尋思 對 不能說你們好朋友 我就不記你們 這樣子我在外面怎麼走跳 是 以後誰進行的 是 對不對 所以說你的朋友 就每況愈下 越來越少 恐記啊 他們就一直被打 被打到老師說 打到老師說 你不要再挑戰你配真的 他就是這種個性 你要知道 所以你沒有好朋友吧 在這時候 你現在雙腳是異姿對不對 他被人家打斷了對不對 沒有 後來大家了解我的歌姓 就不要挑戰我啦 就後來我 再也沒有當過 風紀股長 他不選對不對 不要選我 當風紀股 對啊 你選我當什麼整潔 小老師這種的都好嗎 康樂的也好 康樂的 對 所以你說我這種料 是不是 只是為了 就是你要做好你的本分 你這個是責任的問題 對 對不對 是責任 郭欣 我們在就是國中的時候很流行 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流行 沒有嗎 沒有很流行 幹什麼 對而且什麼都可以蓋 你知道嗎 塑膠袋什麼都拿來蓋 但是開玩笑的還是 在玩還是 真的點人家 就是半開玩笑 不是你看那種透明的看幹嘛 對啊 就好玩就蓋上去 塑膠袋是不能用的 然後呢 那剛好班上就是有幾個同學 就他們比較不會講話嘛 就是 就安安靜聽 乖乖的 對所以就常常被人家這樣 這樣子玩 那我那時候就看不下去嘛 而且我那時候又是衛生鼓掌 嗯 關你什麼事啊 衛生鼓掌 衛生鼓掌 衛生鼓掌就好了 對 可是他們用我的垃圾帶啊 真的會 對然後我就會跟老師講 我說老師他們這樣做是不大好 帥君你長那麼正 你又那麼高 其實我真的 好可憐 我是屁股的而已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在學生時期 就沒有像自己小時候這樣調皮了 就是喜歡看人家哭 喜歡愛鬧人家 我就是為了學校 就像正義感 為了生存 為了不公平而 在做這個 妳是壞房後 妳是壞房後 因為我們每天早上 妳是不是每天到學校都給人家吃拼的 沒有 沒有 每天提個兩籃上去 對啊 你知道嗎 每天上學跟下課的時候 都會 都會要做整潔工作 對 然後做整潔工作 就會有人分配到比較輕鬆的 譬如說擦黑板很輕鬆 然後像我那一陣子 剛好就被分配到要脫地 你知道脫地要擰那個黑 那個 抹布 脫把 脫把 然後那很難 然後我們那時候又手很小什麼 又很難擰 然後脫把要這樣子 這樣就很辛苦嘛 結果 但妳脫之前一定要有一個 知識生事要 先掃 掃乾淨 對 那那一天呢 就是那個要先掃的 她就跟我講說帥君 妳今天就直接脫 她說我今天不想掃 我要先走 我整個火就來 我就想說我要拖這麼辛苦 妳竟然不掃地 雖然地看起來超乾淨 然後我就想說太生氣 我就拖把這樣 啪 放著 我就說 妳先走沒關係 然後我就 跑下去教師師 我就說老師老師 然後他說什麼事 然後我就說老師那個 郭欣剛剛跟我講說 他不要掃 叫我直接拖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我說這怎麼可以 我上去看看 看他走了沒 然後就跟我跟我上去 然後就在後面當小跟班 然後一上去之後 老師說郭欣走嗎 郭欣人了 然後郭欣真的就走了 第二天七點半一上課 老師立刻就說 郭欣站起來 然後就站起來 那怎麼了老師 妳從今天開始 從七點半到八點 找自喜罰站 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他說因為妳昨天沒有掃地 對不對 然後他就頓時間 就回頭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樣怎麼樣 活該 不要不要偷偷料 他擺明的料 沒有 因為我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產生 所以我覺得這事也是 正義的表現 對 就我們覺得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對不對 我也沒有不托自己啊 不過後來那個同學應該跟你決裂了吧 我覺得後面還有更精彩 還有 還有 他們原來就是後空甄嬛傳 對 對 對 然後接下來帶來的歌曲是 對 對 那妳為什麼 上學要去當要不要 妳上學的時候是留這個頭嗎 上學的時候不是 留麥當勞的頭 喔 空甄 空甄 你什麼學校 我之前讀過南強 後來讀花崗 然後 楊赫群是我大學長 喔 老學長了吧 大學長 娘學長吧 靜學長吧 靜學長吧 康哥 可是好像小楊哥很不願意才能夠這個選擇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感覺我剛剛你講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 就是因為他的外套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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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妳 妳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南強開始當要不要 對 然後就被打到不敢念 然後 不是啦 因為覺得那個校風有一點特別 因為 我那時候讀那個第一所學校的時候 料到不爽 因為我就當服務鼓掌 然後我就幫人家跑腿啊 去買東西啊 還有服務 服務 然後我就是去幫人家跑腿啊 買東西啊 有些人啊 就不給我錢 然後就欺負我 剛好他們都會抽菸嘛 然後我就去跟教官啊 導師講一下 是啊 我要明哲保身嘛 我要保護我的錢 那妳是講抽菸還是講不給錢 講不給錢 不給錢的那個我就弄他啊 他不給錢啊 叫妳買菸買飲料 這不給錢這樣 不給錢的 所以說妳其實 老師我跟妳講他抽菸 對 而且不給錢 我給錢沒講 我給錢沒講 那妳們料那麼多 有沒有被同學真正的抓到 然後跟你翻臉 沒有我覺得就是 因為他們剛剛講的嘛 對不對 其實最吃力不討好 等於算是 腮虧的就是 服那個 衛生鼓掌 還有風紀鼓掌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班就是 整節比賽跟秩序比賽 都是最後一名的班級 那很好啊 對 對 可是然後 非常強大的進步的空間 對 然後老師就想說 我跟你講 秩序應該是救不起來了 那沒救 不如我們從整節做起 然後老師就說 沒有秩序拿來的整節 對 那就想說那 那梁小群你寄過嘛對不對 一些有的沒有的 好 那你就來當這個 衛生鼓掌 然後呢 你沒有別的 你每天就是要盯同學 然後把那個打掃工作做完 才能回家 是 然後呢 然後叫我禮拜六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禮拜六 還要上課上半天嘛 叫我去那個 三下士林買油漆 因為那個 每個人的課桌椅的桌面 都被大家 或者說那種 就說 好 你先把全部的那個 油漆這邊漆過一遍 然後呢 我就先幫你寄個小工 讓你回來一點點 那可是如果不夠的 那你就當衛生鼓掌 然後每個禮拜 如果你有拿到 那個 整節比賽第一名的話 我就再幫你想辦法 我說 老師真的對我恩重如算 這我們一定要拚了 可是你給我這種 就是說 你這種就是 你就是要把我弄到一個 無以復加的一個境界 對 好 那沒關係 那就來嘛 為了生存 然後每天就是放學了以後 我就是盯每一個同學 就是啊 該擦玻璃擦玻璃 掃地的掃地的 就是 一從頭盯到尾就對 只要你沒有做 我第二天就是報告老師 就報 對 因為沒辦法了 我為了生存 不是 這種好的衛生物老師 你沒有做 我就做了 對啊 其實一開始是這樣 後來不行 太累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不走 我們走光了咧 對 結果第二天我是最早到笑的 因為我根本沒有回去過 不是 就是 然後你 他不做 那只好你做 對啊 好 那坐到這邊 然後完了以後 打掃完了以後 那個老師還有那個學長姐 他們就會組成那種 稽查小組有沒有 就會來檢查說 來打分數啊 窗框摸一摸啊 地上看一看啊 然後就遞錢的 沒有 我就跟在後面 一直跟著他們 我就看他們檢查的項目是哪一些 然後我們 就從明天開始就改進 就說那些地方 我就特別注意這樣 然後除了特別注意之外 你還跟那個稽查的老師講說 老師 其實我跟你講你看這個窗框 我們擦得真的是非常亮 你看隔壁舞蹈科的 然後那邊沒束縛 還要騙人家一腳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當然他去看之前 你是要把別人弄掉 然後突顯自己 騙人家一腳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當然他去看之前 就是要把別人弄掉 然後突顯我自己 是 哇賽 兩個禮拜以後 因為每個禮拜一開招會嘛 然後招會的時候 就表揚 就是要 就是要搬整節秩序 就是搬一個景旗 然後掛在你們間 你搬上的那個 那個門前面嘛 就表示說 哇看過去 哇這一班是 我跟你講 整節比賽第一名 就是我上去領的 哎唷 我從來 因為我功課不怎麼樣嘛 從來沒有上台領獎 然後跟校長握手 從那一天開始 每個禮拜 我都上台領獎 跟校長握手 這是 這輩子最高的榮譽了吧 對 這輩子最高 除了小學那種 愛盲原知筆有沒有 就是跟爸爸拿一些 冤枉錢去買很多 得過獎狀之外 再也沒有得到任何的 佩甄 我是為了責任 責任 因為我們有任務在身 我們就是要有自己責任 要把它做好嘛 是 那我記得有一年我就是當那個 公民小老師 公民 公民小老師 公民小老師 那因為呢 班上有一些人不太念書 就會想要作弊 那怎麼樣呢 作弊很正常 你已經在念公民與道德 就是不能作弊 作弊不正常 是 你可以在別科作弊 但是這是公民與道德耶 我覺得你可以作弊 公民與道德 公民與道德怎麼可以作弊 是 而且是明明背一背就會的 數學可以嗎 數學很難啊 因為你要 還是要知道公民 演算啊 幹嘛 可以偷拔一下喔 沒關係吧 偷偷看一兩群可以 但是那時候我們班 你標準眼看一兩群沒關係 但是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們班有一群呢 有多離譜的境界嗎 因為他們都會先來問我說 因為我是小老師 所以改考卷的時候會 譬如說往後一個船 或是往左一個船 對 然後隔壁的人幫你改考卷 或是後面那個人改考卷 然後他們都會先來問我說 李佩甄你明天會怎麼船 那我就會說 向後面一個船好了 他就會跟先後面那人先講好 打招呼 然後把紅筆的筆心 改成藍筆的筆心 直接抄答案 很好 好粗子喔 超粗子 你知道我 我到後面我壓力超大的 多給你面子 全班功課非常好 沒有 這樣就測不出真的 有唸公民語道德的人的 有多厲害啊 關你什麼事 真的假的 然後我沒有 我就覺得這樣對 有認真背公民語道德的人 不公平 所以呢 那你們也不要背一起啊 什麼背一起 我說你們也不要背啊 大家一起改啊 不行啊 這樣大家都考很好 怎麼會 很好吧 對啊 上台臨請期 這樣你每個禮拜一還可以 老師哭了有沒有 我們班公民語道德非常好 沒有我覺得這樣遲早會被發現 而且因為那個事情 已經真的是越滾越大 越來越多人不想念公民語道德 然後都開始在換筆心 然後每次到小考的前一天 我就會壓力很大 因為每個人都在說 拜託啦 你往後一個船好不好 因為他可能跟前一個不好 或是跟左邊那個不好 你往後船的話 好 明天往後船 然後這個人就說 你不要往後船 往後船他不幫我改啊 對啊 你往前船啊 我就開始變得我很煩 因為我真的裡外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辦 痛苦 亂船 那你買品心給他們啊 沒有 不是 你很笨 你就再講 好 我們今天不船自己改 對 憑良心 對不對 憑良心 公民道德 要看良心在哪 道德標準 Good 我沒有辦法 我壓力大到 我後來就是 掉頭髮 我還在那個咧 什麼 慈元禿咧 對 沒有 我就去 我就有一天 把考卷拿去給老師的時候 我真的就崩潰大肚了 我就崩潰大肚 我說老師 我不想再當小老師了 老師一定說為什麼 對 為什麼 你為什麼哭呢 我就說我壓力好大 你為什麼要有壓力呢 這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講 講老師 這件事沒有什麼樣的口頭才好 老師 這件事我們應該不該講 郭欣 你有 你 擺到被打 就是 就是班上就幾個跳 愛欺負人的同學 對 比較 愛捉弄人的 然後我看到 我也是這樣看不過去 然後跟老師講 然後這個事情就傳出去了 就是他們也知道 為什麼會傳出去 因為老師會叫他 老師會叫他來啊 就跟他講啊 就是你為什麼這樣子 那為什麼他會知道是你講 他們知道是你講的嗎 因為我之前就有講過嘛 所以他們第一個就懷疑 你慣犯喔 我之前講過 那不能怪老師 那你是活該 對 可是我就覺得這樣不好嘛 然後 然後那個同學 他一回來就 第一句話就是說 郭欣你完了 對 下課去廁所 他打你了嗎 對 其實一開始是這樣 因為我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後面 一直講嘛 就一直罵 那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我想說 那我就先洗手好了 很愛乾淨 還有漱口嗎 沒有 洗手然後脫衣服 沒有 我先洗個澡 你等我一下 沒有啦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在後面一直罵 他罵了罵罵罵 你講漱口很賤 我就說 因為他剛剛有吃過飯 如果要跟人家談判的話 嘴巴也要乾淨 然後 反正他就在後面一直罵嘛 然後罵一罵 我後來我就聽一聽 他第一下打你哪裡 沒有 沒有 是我先 我先開始的 你先開始的 對 因為他一直罵我 真的罵到我受不了了 然後直接轉身就給他下 給他一拳 是 一開始是我當然先站上風嘛 一開始我先給他一拳嘛 結果 可是他也嚇到 因為他知道我平常不是這樣的人 溫溫的 對 可是其實我打完一拳之後 我自己也認住 沒有 我認住 因為我不知道接下來要怎麼 你是打完就這樣 你打 你打 對 不是 就是我 我沒有跟人家這樣 起過爭執 就是打完之後我想說 他應該也嚇到了嘛 對 接下來怎麼辦是不是 對 結果後來沒有 反撲 他就馬上拿那個 就是 各種東西 對 就出來 戴君 我嗎 有人討厭你嗎 其實我在學校 真的有人討厭我 當然 就是因為可能覺得 我有一點特權 可是其實我就是因為 而且妳又高 怕被人家講話 然後就是會特別小心 那因為糾察隊 都是七點半以後才出來 所以反正我裙子穿怎麼短 然後衣服不紮進去 或是不打啾啾 然後一切書包不背 都是在糾察隊出來之前就做好 七點半以前就進校門 對 就進校門了 所以進去之後就是安全了 可是你知道隔壁系也是女生 因為我是資料處理科 然後有一個是商業 有一個是商科的 我是資科的 商科的同學呢 就同年級的 就看我不爽 然後就跑去跟訓導主任講說 全安軍的服裝 永遠都不及格 然後訓導主任就把我叫去 訓導室 然後就跟我講說 你這樣子還是不行 然後我就說 我超生氣的 我說他跟你告狀的時候 他故意把裙子 就是往下折兩個 然後走離開訓導處的時候 就往上折兩個 我說你去看他 我說老師你去看他 現場 然後他就真的就去 就去上課把那女生叫出來 然後那女生真的就折兩折在裡面 裙子就很短嘛 然後他又來不及 因為上課時間又來不及這樣 然後他就被罵了 然後被罵就被罰 因為就是寄警告而已 就是小事情 可是我真的有一天下課 他就派他的小妹 叫我去廁所找他 也是廁所 又來又來 又來又來 你看你真的來 那女生沒有比我高 可是我知道她很洽 因為她好像在外面 可能也有認識有歷人士 可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都聽說 因為不同系不認識 那我就進去的時候 還叫了另外一個女生陪我 那個比我更壯 他個比我更小 可是我跟她好像在外面 我跟她說我朋友 那我進去我就說怎麼了嗎 然後他就說 你現在是怎樣 他超兇 我大概看過 想說這女生 直接要一巴掌打開 他說 你現在是怎樣 他說 你自己服裝用不合格 你為什麼要撩我這樣 然後我就說 因為你也不合格 那你撩我就撩死 因為我就覺得說 我比他大隻 我那時候比他高 你知道嗎 然後想說 你雖然這樣也不能對我這麼兇吧 然後我就說 那你現在有想要怎樣嗎 你叫我來是怎樣 然後他就說 你自己小心點 然後他就拉我頭髮一下 他說 如果我再弄他 叫我試試看這樣子 哇塞 然後我那同學 我都還在驚慌當中 我那同學就哭了 陪我來的那個就哭了 他拉掉兩根頭髮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他要弄你 然後他就大脫 那你同學有病 我同學嚇到了 拉頭髮不是很猛 因為其實我們中間 有大聲的嘶吼的對罵 就說 你以為你了不起啊什麼 然後他就說 我說你自己小心點 他說你才給我小心點 就都沒有碰對吧 然後小燕 對 然後最後 所以你們 你們這個level 不是學校最狠的對不對 不是 應該不是學校最狠 上去就是抓頭髮就開始 對 我記得有 我跟蔡宇中學看過啊 對不對 好過癮喔 女生了 女生了 就在樓梯口 但我們是沒事 你們就 你吵大聲 我們跑去幹嘛幹嘛 開始抓頭髮 點的 牛仔 你知道 穿裙子耶 對 我一定要男人 有人要拉 有人要拉這樣 不准拉 拉什麼架 你看看我們以前 太北同學是毆打的 可是如果我要扯回去 這就沒完沒了 可能就要搬滾了 而且還要扯衣服 對 這最正點 你要跟他有完有了 你就要跟他了結啊 一次對不對 可是我就想說我怕把他打受傷 因為我怕我就是沒辦法 抓準我自己的拘捲 你會想太多啦 那你們擺到擺這麼多次 這麼多年 到底從教官或老師那邊 得到怎麼樣的好處 講一個最好 沒有 絕對有好處 是怎麼樣 對 好興奮 你看好興奮 我跟你講 你們跟他保持這種無間道的關係 你絕對是有好處 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不是剛剛講 每個禮拜一上去領講期嗎 對不對 然後呢就是跟教官關係又好 我跟你講我在需要走路 你不是走路有風 是抱著走你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就想說既然已經到了這個 級別了你知道嗎 那我想說好 接下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 可是因為那個設計師他可能就是 忙中有錯啦 就是說他先幫我剪 剪完了以後再燙 可是他那個順序應該就是反過來啦 就是說 燙完了以後再剪 燙完了以後然後再剪嘛 因為剪完以後再燙就是變得 變短 對會有點像 對 然後那天我早上就在家裡面 怎麼一直弄都弄不好就對了 然後想說好 算了時間差不多 然後就去上課 一上去課 一去上課也是這樣 那一節課剛好也是公民與道德 然後那老師就說 因為我遲到晚進來 楊同學 學校不能燙頭髮 你不知道這件事嗎 我會說 老師我沒有燙頭髮 他說喔這樣是不是 他也不動聲色 下課以後他就去教官室撂我 然後我就被叫去那個教官那邊 然後就 那個我們班的班導師也在旁邊 說你為什麼燙頭髮 不用再講就是想過 然後我想說 我好不容易弄回來的 我今天真的又了掉了 可是這個時候 殊不知我們班導師接一句話 他說 教官不然這樣好不好 如果現在那個梁赫群去那個文大理髮部 把它理成平頭 我們就當今天沒有事 就從來沒有發生 就說當今天沒有這回事好不好 哇塞 那教官因為憑著跟我平常之間的那種無間道 他想說 他就是每天就是 這麼愛漂亮的人 他願意剪平頭 教官就說 如果他願意剪平頭 我就當今天沒看到 講完以後我想說我死定了 平頭耶 多大的一個痛苦 然後我們老師就直接騎他的野狼一二五載 我就去文大 那邊不是有梨頭髮的 學生梨髮一百塊那一種 直接... 嚕成平頭 然後回去給教官看說 教官 他剃成平頭了 教官是這樣 回去上課 就沒事了 那有什麼好處啊 沒有幫你啊 可是... 可是起碼你沒事嘛 對啊 起碼人家願意給你這個台階 起碼你沒事 可是我沒有想到 我們班導師會講出這麼狠的一招 對... 那個年代替平頭 對啊 讀這種藝校就是為了頭髮 對啊 頭髮都重要啊那個時候 對不對 對 我當年被替一個光頭 我是一個月沒有... 兩個月沒有摔劍的 真的嗎 就是拍戲嘛 啊 就為你們一個鏡頭 圓圓一下 你... 你現在是在看可愛的那個導演嗎 你戴假髮就好了 是圓圓的你戴那個假光頭 也還是看得出來這樣 他們還要去準備一個假光頭給他戴 對不對 我誰啊 一定真剔的 對啊 中央電影公司 可以講的 可以講的 已經失敗老闆了啦 已經沒有這個公司了好不好 好 佩甄 你得到什麼樣的好處 好處就是 得到老師的信任 對不對 老師會覺得... 輸掉全部同學 我也是為了... 你得到老師信任 我也是為了大家好啊 我也在那個... 所以老師的信任有... 會怎樣呢 老師... 至少老師會覺得我這樣做是對的 有人認同我 因為不誠實 本來就是錯的啊 錯的事情 不能因為大家都做 就變成對的嘛 是啊 是不是 所以我就覺得要把那個 而且考試... 民主就是這樣 考試是為... 大家都這樣認為的時候 我們就認為這樣 不一定 錯的就是... 對 而且考試是為了什麼 考試是為了測驗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成功能力 而不是為了給老師交代或者... 亂講 當然是給老師看 給家長看的 不是嘛 你還是要知道你自己... 不是 你...你這麼堅持 你功課到底好不好 他功課不錯 對,不錯啊 考美國大學 劉美... 華盛頓大學 而且... 我跟你講,我講真的 我最得意的部分 難怪你讀華盛頓大學 怎樣 華盛頓多...多麼不... 對不對,誠實 對 我看櫻桃宿 我看櫻桃宿 是,沒錯 他真的有看櫻桃宿 誰知道 誰知道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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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麗師你知道我們那種禮拜六 禮拜天去學校 就是那個叫... 補習 也不是補習 那叫什麼 留校... 查看 不是留校才... 自修... 對不起,因為我們都是留校才 對 很自習啊 深學班都要留下... 就是六日都還是要去學校自修 自修 對,我那個時間 老師都可以讓我進辦公室 吹冷氣自己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就為了一個冷氣 哇... 你知道下面很熱耶 就覺得自己很特殊 就覺得有一種特權 然後覺得說... 對啊 那是蠻快樂的 在那個年代就覺得很厲害 冷氣耶,開玩笑 冷氣耶 對啊 我一樣可以去那個老師的辦公室 就是幫他們改考卷 你看看 對,我可以幫忙改考卷 那你也沒有幫自己朋友說改了很稍微 對啊,這個... 其實這就是... 這個就是個兩面手法 是... 就是你在改考卷的時候 你遇到自己比較好的同學 對... 也會稍微... 幫他一下 對,這樣就是你的同學對你也還蠻好 所以起碼加個兩、三分對不對 對 就是你可以自己... 兩、三分太少了吧 太少了 對,我二十三分就變成二十五分 我問他去幹嘛 不是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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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分也太低了吧 對啊 所以這個同學也還... 改真及格啦 對,這樣同學也對我還蠻好 對 就是我有這個 三分二五 郭馨你給我出來 前率軍打小包包成癮 組織廖北亞軍團 可以去吹冷氣那些 對我來說是已經很... 小開玩笑 還有什麼好處 我還有中午十二點 可以出校門買中餐 然後十二點半不用午休睡覺 那你去哪裡了 我就去訓導處吹冷氣跟老師聊天 對,然後不然就是 可能幫他們做一些 釘文件的動作 或者是幫他們做一些 書寫的動作 或打電腦 不是,那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學生很怪 就自願去當公讀生 對... 這都是外面公讀生在做 但是在學校做公讀生很爽 對... 那義工的時候 而且我那時候... 感覺貝老師喜歡很爽 對,貝老師喜歡很爽 然後那個成就感就覺得 好像奠定自己以後 未來人生都是光明的 你那時候... 你那時候是不是已經做到 對 對 小料杯啊 對,但是大家會把... 好收喔 那是幾個來... 我在會期間 而且那學校說 這誰幹的 那是那個誰... 他昨天那個 跟那個誰合夥幹的 一清二楚 好像知道 好多下限喔 就很多下限 所以很吃得開 然後過得很好 沒事還跟老師 老師還有兩、三個案件 而且你知道我會分拼 就是說不會一次料完 我會讓自己就是慢慢來 對... 所以你知道我到學期中的時候 有一個德性、超性分數 我幾乎每一年都99 不只吧 已經不能100分了 就最高分就99 對 太厲害了 對,但是我其他學科分數都很差 那就是德性很好這樣 我在學校沒有得到好處耶 我是在當兵的時候 有得到好處 你當兵料誰啊 對啊 信包 這個太信包 太危險了 太危險了 我告訴你 當兵的時候你老大是福報長對不對 不是 指揮官 請問你是哪一個軍 是空軍的 空軍飛步六度三機 在松山警察 可以可以 松子部 後面的防炮警衛 這也很爽嗎 防炮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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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炮很累喔 OK 防炮警衛指揮部 我要強調指揮部 大好大 大官 他們不用這呂布連的意思就對了 對…呂布連的意思 呂布連的 指揮官的那個傳令 然後我就是 地下指揮官 我是地下指揮官 你是指揮官的傳令喔 對 我指揮官的傳令 怎麼會找你啊 找那樣不找 OK… 我這邊的事情就是按摩 我會按摩 我會幫指揮官按摩 對…這很重要 對 真的啊 就按摩而已 對 按摩 真的 你是指壓還是油壓 指壓… 純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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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你幹嘛退伍啊 對啊 退伍就指揮官哭了 對啊 你走了 OK 那你擺誰呢 我擺那個… 老兵欺負新兵 喔… 喔… 老兵欺負新兵啊 還有一些長官啊 小批類 去給人家那個… A錢啊 喔… A那些油錢啊 喔… 然後我就會去擺道 拿回扣 拿回扣 就去買菜啊 拿回扣啊什麼的 買菜 才買啊… 才買啊… 對啊…也很肥耶 對啊… 有時候我會去看啊 因為有時候指揮官要辦桌 然後我會跟著去看 就看到有一些那種 不當的那種 地下勾當 對 地下勾當 然後你就跟指揮官講 不對 我就跟指揮官講 指揮官怎麼樣 指揮官就叫行政官去處理啊 叫行政官去處理啊 然後我就在 所以這件事情之後啊 每個人就對我 哇塞 別說必定 男哥好 每天都有控肉飯可以吃 沒有…每天那個 指揮官辦桌啊 螃蟹本來有十隻嘛 就會留個兩隻給我吃 因為我選是海鮮 安龍香啊 安龍香的肉就會弄給我吃 廚師啊 那個廚法 這我覺得到好處 那時候拿來要 拿來要去南部 沒有 是西藥戰鬥 對… 是西藥戰鬥 那你的藝名應該叫 對啊 對啊 不然叫拿都不會好弄 跟自己用都叫我廖要 拿不要用了 好 換 背仔 背仔 背仔是什麼 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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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今天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 廖背仔他們認為他們是正義的化身 是 他們是為了生存 為了正義 對 為了這個道德 對 責任 OK 我們也可以認同 是 好不好 希望各位今天知道很多真相 快來報仇 好不好 謝謝各位小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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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們煎煙 簡直是要我的命 只要有抽菸的人回家 衣服一定要洗 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話 就是 慢慢就卸掉 要皮膚以後兩萬多 我們可口 他就 我很怕有些人家抽菸出來 他就 你有肺耶 一切那陣子 他體重會突然上升 那就得糖尿病 你得糖尿病 總比得肝還好吧 我們什麼都知道 今天晚上盡情鎖定 三立都會台 30頻道 廣播